大家开车上路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老司机无论是在什么路开车 他遇到需要倒车的路面 显得的是究竟原则 那么新手朋友 在开车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需要倒车的地方 那么他保持的原则是 你也往前走十米 也不愿意往后退一米 因为他掌握不好 咱们的这个打轮时机 不知道如何倒车 生怕不注意 就把我们的这个车给刮成了 其实新手朋友 只要记住这几点 再来倒车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倒车也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要记住的第一点 就是障碍物在哪一边 我们就往哪一边打方向盘 那么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在后视镜中 发现我们要倒车的障碍物 我们以这个追踪几率 这个时候 障碍物的出现在左边 那么我们就应该往左打方向盘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倒车时 障碍物出现在我们的右后视镜中 或者说我们倒的障碍物在右边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 把我们的方向盘往右打 大家只要记住这样 我们以后再一到障碍物 需要倒车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说 把我们的方向盘打乱 不知道该往哪一边打方向盘 第二个技巧 我们在倒车的时候 发现咱们的车位后方有障碍物 那么我们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打死方向盘 我们都要记住 要能看到后方障碍物 有我们的车机 如果后面还有障碍物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后倒 当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车身和障碍物的距离以后 那么我们再回正方向盘 这是咱们的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就是看到间接以后 我们是要贴近障碍物 来 贴近障碍物 尽量做到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大于30 如果是左侧后视镜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 当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左打死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车身不会挖碎 很轻松的就避让开了我们的这个障碍物 第四点 那么就是咱们倒车时 后方障碍物是什么形状的 我们就怎么打 比如说 倒车时一件后面的这个马路员是弧度的 那么我们在倒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后视镜下沿和咱们的马路员重合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 慢慢的慢慢的倒 沿着咱们的这个弧度 开始倒 那么如果倒车的时候 一倒车是后方这样的直角 或者说障碍物只有一点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一把刀 比如说像这里 它是一个直角 那么车子往后退 下沿和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直接往左打死方向盘 对不对 这样哈 你也是一把轻松必要不用像刚才曲线那样边走边打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几点以后哈 我们是不是就会来咱们的这个载动倒车实际操作一下 首先哈我们倒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看到咱们的后方的这个障碍物与我们的车身的距离 看到以后我们是不是在回这方向盘往后退 也就是咱们说的哈 贴近后方障碍物 贴近后方障碍物以后哈 我们这个障碍物在走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往左打方向盘 继续往后退 因为咱们的这辆车哈 是直线的 所以我们退的时候需要平行一点 这个时候哈咱们右看 它的车尾是不是又是一个障碍物 这个时候哈 还是在左侧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往左打方向盘往后退 这样哈 我们是不是就能完美的做把我们的车倒好了 比如这几个技巧你再来倒车 你会发现其实倒车真的很简单 我是车哥 如果这个倒车技巧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